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少年新聞週記 只要是你care事 通通我照你 我是潘兆雯 今天我們要播出海外留學特輯 趕快透過我們鏡頭幫你抓重點吧 新學期已經開始 同學們為下一步做好打算了嗎 想出國念書的同學們 不必等到大學 現在許多高中也開辦了 國際課程 究竟有哪些課可以選擇 待會兒一一報導 如果有留學計畫 多數人最想去哪個國家呢 去哪裡念書的開校最大呢 稍後的minus18大膽說 來聽聽同學們怎麼說吧 近年來 臺北市公立高中 吹起了國際風 尤其在臺北市 幾乎一半的高中 都開設了國際課程 究竟這些課程 都像些什麼 怎麼上呢 我們先從三年前開辦的 IB課程開始說起 接牌 這真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刻 欣松高中成為全臺第一個 IB國際文憑的功效後 短短三年國際課程已經成為教育界主流 這堂化學課同學們要透過實驗來了解被批定律 由於專有名詞太過複雜 即使學生英文普遍高標 但鴨子聽雷的還是不少 我只要講了 然後大家都靜默就是說 好 來 我們換中文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 當然是先學懂比較重要 對 我覺得語言是累積的 他們會有未來有三年時間 慢慢累積這些科學的數目 英文是主要工具 但中文課無可替代 只是相較於過去的背誦 現在著重於閱讀素養 你從語言習慣 昨天我們有練習對不對 習慣的部分 作者習慣使用什麼樣的語言 第三個 作者形容聲音 或者聲音形容 好 不要急喔 先不要急喔 來 第四組 你們的題目是抒情感悟 這堂課要用四種技巧 來分析作家簡證的文章 透過拆解和組合 只能意會的語感 似乎沒那麼抽象 殘身感悟 可是那這樣子的話 你下面就不能帶幾道殘身 像現在我們常會看到一種文章 就是說這種文章在帶風向 對不對 因為它有可能內容很明顯 就是在為某個群體代言 可是它在假裝自己很中立 那可是我們在判讀 這樣的文章的時候 我們就很需要剛剛上課的時候 練習到的那些能力 不只上課更火不彈性 考試也不再填壓貝多芬 有些科目甚至只有 檢答或深論題 過去或能猜題蒙答案 現在想都別想 如果今天我們只有 考選擇題的話 它是一個結果 當你有歷程的時候 當你有作答歷程 它就告訴你我可以寫出這一個 但可能這個我不會描述 其實你得計算過程都寫出來 我才會知道你是從哪一個地方 開始有迷思的觀念出現 全英文授課注重獨立思辨能力 作業大多是報告或小論文 這樣的教育形態 是高中國際課程的主旋律 看來國際文憑之所以這麼夯 絕不只是行雲流水的語言能力 跳脫僵化思考和刷題 才能培養走向世界的真正實力 在這些國際課程當中 最特別的應該就是雙聯學制 也就是能在三年內拼出兩張 國內國外的高中文憑 哪些學生適合讀這樣的課程呢 學習的內容偏重什麼 來看我們的深度報導 作為全台第一個雙聯學制高中 近80年的中正沒有隆中老態 反而綠意處處鬥志滿滿 所謂的雙聯學制是指同步研修 國內108課綱 以及英 美 家等高中課程 在畢業後同時擁有 中外兩校的畢業證書 嗨 我是Blake 我是Columbia College的學生 我從台灣 我製造了這個動畫 為推廣所有的夢 黃詩勇 國內第一屆雙聯學制畢業生 他在國中時便立志影像創作 是這個特殊學制 讓他得以復籍美國順利圓夢 我在聯系學校的時候 有被問到中原學制 對於國外來說 就是一個很超級的 就是 特質嘛 就是你可以加 你可以參加 你可以申選上這個 Program代表 你有一定程度的優勢 所謂的優勢是傲人的成績 和強大的心理素質 因為這個看似敬可供 退可守的完美學制 學生面臨的是兩頭燒的壓力 身邊的朋友 就是一直從高一 一直到現在 那我們要一起到加州國 所以當有人會想要退出的話 我們都會想辦法說服對方 一直留到最後然後一起畢業 不論是哪一種國際課程 每科每學期 至少要四五份全英文報告 善用時間 成了適應與否的重要關鍵 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 當然就是時間規劃的問題 那我們同時上了108克剛的化學 也會上IFY的化學 也就是說我們上了 可能不同的單元 但是會上兩次這樣子 雙重課業壓力 並沒有壓垮無敵青春 他們帶著會心微笑和發亮的眼神 持續走在夢想的路上 國際課程我們很強調一件事情 不是培養精英 但是是要支持有想法的孩子 或者願意挑戰的孩子 他有一個機會去成就他自己的 一個國際的一個夢想 外界眼裡也許國際課程 是一場金錢體力的消耗戰 但原夢本來不易 唯有持續前進 才有機會看見這世界有多麼寬廣 關於這些國際課程的機制 其實有點複雜 待會Miner C team大膽說 我們會為同學做深入 潛出的整理 當然除了留學之外 遊學也是拓展國際視野的方法 過去大家到英美或者是澳洲 但是最近幾年 亞洲最大的英語系國家 菲律賓 因為距離臺灣比較近 費用也相對便宜 近年已經成為遊學的首選 在歐美大團班的紅海中 菲律賓開闢了一個藍海路 楊小姐精挑細選後 今年暑假帶著高中兒子 一起前往宿悟遊學一個月 全世界裡面其實大概只有 菲律賓它是屬於這樣 一對一的方式 高中孩子他如果需要訓練 口條或是聽力 我覺得他相對程度 會有一個很快的一個進步 當然價格比較實惠啦 再來就是他相對在距離也是比較近 實際拿價格比一比 宿悟遊學一個月 學費1600元美金以內 折合台幣不到5萬元 但同等價格到美國遊學 只能待兩週 即使選擇加拿大或澳洲 兩星期價格也要將近4萬塊 經濟實惠CP值又高 讓響元空姐夢的許小姐 也報名參加三個月的遊學方案 學費加住宿只花了10萬元 我覺得上課效率蠻高的 課是早上8點就開始 然後一直到晚上的6點 然後中間是一直不間斷的在上課 短短一天 孩子不敢相信他自己 居然可以一整天說了 將近5個小時的英文 所以我覺得他在自信心的建立上 是非常快速的 只是他沒有那個環境 最近夯道不行的速物遊學團 打破過去獨霸的歐美市場 短期遊學建立了信心與英文能力 更意外培養了感恩的心 貝利賓的時候 他其實貧富差距很大 基礎設施就很好常常停電 甚至每天晚上我們要吃飯的時候 都是要跟蒼蠅比賽看誰比較快 所以當孩子回到台灣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我覺得我們的國家真好 真乾淨 連空氣都是清新的 高中生海外遊學沒有學位沒有文憑 卻越來越受到青睞 能獲得人生不同體悟 也算是千金難買的可貴經歷 海外留遊學教育展即將在10月5號舉行 以往大家都往歐美國家跑 為了吸引台灣優秀的學生 亞洲國家也紛紛寄出了高額獎學金 希望可以吸引台灣的優秀學生 例如日本國立京都大學 提出了每個月十二萬日幣的生活費補助 私立的京都先端科技大學學費全免 還加上保障就業 至於新加坡政府加碼 補助兩百萬高額獎學金 而且還保障工作三年等等 另外全球排名四十七的香港科技大學 今年推出全額獎學金 只需要用學測成績就可以申請 由於各國少子化的問題很嚴重 大學努力招攬國籍生 台灣頂尖學生也常常被挖繳到世界各地 各國不只寄出優惠來台灣搶優秀學生 台灣人才也很搶手 這使得海外就業人口年年增加 專家就建議 也許可以考慮擴大招收境外學生 外國人也可以來打工度假 彌補台灣人才流失的空洞 採摘樹上藍莓整把放進桶子 再依序挑出爛果 因為容易學好上手 吸引不少台灣人遠赴澳洲打工度假 身上綁著兩個大水桶 全身包緊緊是每天的工作日常 就算頂著艷陽依舊不減工作興致 光是待遇就比留在台灣 還要多出兩倍以上 在台灣的時候薪水不是很多 而且光是房租就大概占掉了三分之一的部分 然後可能還要吃飯 然後可能偶爾就是會有聚會 什麼之類的就是還蠻花錢 可能不太到什麼錢 我在這邊打工度假 會比我在台灣做正職的那個存款 還要來得更高 收入究竟有多驚人 以每公斤果價2.5到4.5元不等 新手每天約踩40公斤 換算台幣一天能賺約4000元 若再熟練一點踩到70公斤 一天限領近7000元 等於月薪破10萬台幣 根據主計總數統計 從民國98年以來 國人赴海外工作逐年攀升 108年來到高峰 達73.9萬人次 疫情後雪崩式下跌 到了111年慢慢回升 到47萬3000人次 預計未來幾年會恢復 疫情前水準 人才面臨加速外流危機 眼看國內發展空間有限 海外就業人口年年走高 就怕人才一出去就回不來 專家建議加薪留財 或擴大招收境外學生 福利喬外申留台工作 還要配合移工鬆綁 讓外國人來打工度假 才能對人下用 希望到2030年 我們的這些 國外的這些 這個算是移工跟人才 能淨增加40萬 那這樣的話這個算起來的話 可能一年間應該要增加5 6萬人 其中有一半是留學生 各國先搶人大戰 怎麼提高誘因 讓藍領跟白領都買單 政府恐怕得再仔細私聊 跟著這股國際風潮 台灣學生最想到哪個國家留學呢 大概要花多少錢呢 稍後回來 -18大膽說 來聽聽大家怎麼說吧 訂閱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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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还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然后长大以后要找工作 还赚钱也比较容易 可以增进自己的一些知识 然后去那边留学 也可以认识比较多的人脉 我觉得日本话 气温跟文化没有相差太大 我觉得这部分是可以适应的 新学期有些同学已经立下目标 准备跳出舒适圈到海外攻读大学 本周的minor setting大胆说 就来跟大家聊聊海外留学这个议题 为了出国做准备 目前国内高中最主流的是 这三种国际课程 IFI大学预科课程 双联学制以及IB国际文凭 前两个学生会念108课纲 可以参加国内的这个学测 在台湾申请大学也没有问题 但选择IB的话专攻海外升学 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选的是IFY和双联学制 每年暑假还要出国 三到五个礼拜上课 所以平均花费还要多新台币 五十万元左右 IFY接触的是国外大一大二水准的学科 学生毕业之后保证可以进入 英国北方大学联盟四十多间的学校 而双联学生的优势是 在三年之内可以同时拿到 台湾国外两张高中毕业证书 至于念IB的学生只能锁定海外升学 一旦通过学成毕业考 海外的升学录取率高两倍 你可能会很好奇 每年有多少台湾的学生出国留学呢 从近十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二零一三年大约是有三万多人 后来人数也逐年攀升 到了二零一七年 留学人数已经破了四万 后来遇到了COVID-19 出国留学数下滑 只剩下一到两万人 一直到疫情趋缓 人数才又回升 去年是来到了三万六千多人 那么这一些出国的同学 都选择到哪些国家呢 以目前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 在美国读书的台湾留学生 还是最多有一万多人 那么第二名是日本 可能因为地理的位置比较近 而且生活形态差异不大 因此涌进了五千多位的台湾留学生 至于第三跟第四名 分别是加拿大跟澳洲 这两个国家因为教育的水准高 花费也相对便宜 打败了英法等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家 成为热门的留学地点 当晚咯 想要出国留学 必须有足够的勇气 跨出第一步 这个礼拜我们请来 校园特派员樊思雨来做街坊 一起来听学生们 出国深造的看法 好的 谢谢赵文姐 现在我们在台北车站附近 可以看到这里有不少的留学代办中心 让人议员出国深造的梦想 如果有机会 同学们会想出国留学吗 让我们来问问大家的看法 会想要出国留学 就是高中的时候 可能会想要出去美国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就是美国还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然后长大以后要找工作 还赚钱也比较容易这样子 呃 我也想要去美国 但是但是那边就是我英文不好 所以就比较比较难在那边有所发挥 但是那边有一部分 还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去那边玩 或者是留学之类的 去那边就是可以增进自己的一些知识 然后去那边留学 也可以认识比较多的人脉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 也对自己比较有好处 就是一些当地的文化跟这边不一样 还有当地的教育的方针 可能跟这边也不太一样 缺点应该主要是钱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日本话 像气温跟文化没有相差太大 我觉得这部分是可以适应的 那优点的话就是 可以接触比较多 就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 那主要还是 就是一些我喜欢的 像是动漫作品之类的 那边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 比如说有活动什么都可以参加 美国吧 因为现在不是就会有一些语言 就是会有英语美语那些东西 所以去美国的话可能就是像 假如你不会说英语 你去美国 然后过几个月几个礼拜 应该就会有 会英语流畅比较多 如果是留学的话 可能是日本或是加拿大 因为日语跟英语我都不要懂 可以就是学习到当地的文化 以及当地的语言 还有一些当地的历史之类的 像是如果我去日本的话 我可以学到那边的古迹 有些东西 想要留学除了基本的考试 住宿签证申请 学费跟当地的生活费 也是考量的重点 泰晤士高等教育统计 全球留学费用 美国位置第一 不分公司力平均学费 跟生活费加总起来 高达了四万九千一百九十五英镑 相当于新台币两百万 那么澳洲跟纽纤兰 平均的费用也都超过一百多万 亚洲国家香港 大约要花新台币八十万元 一路看下来 第十名的日本 只有美国四分之一的价格 不过随着全球局势的动荡 美国国家都在面临通货膨胀 家长会怎么看这留学趋势呢 继续来看校园特派员的街坊调查 那如果小孩子 没有出国去看看世界的话 不知道世界的样子是什么的话 他们就会比较想法或者一些思考都会比较封闭 文化上的差异还有种族上的一些歧视的问题 虽然种族这个歧视虽然没有到很严重 可是好像在某几个地区的感觉好像还是会比较会有排外的感觉 对 因为你把它丢到一个人身地不熟的地方 而且民主社会还有习惯也都不一样 其实台湾市去哪都方便 可是你把它丢到像是日本好了 或是把它丢到美国的话 他们就真的什么都要自立自强 对 因为台湾太方便了 什么东西都有 如果说对一般假设经济比较没有压力的家庭的话 小孩子出国留学就是可能就增广见闻 或者就是增加他的国际观 然后也是一方面也是学习小孩子的独立 然后也增加自己的语言能力这样子 缺点部分可能就是差在学费 这一块对一般的家庭来说 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校了 当然语言是一个挑战嘛 对 因为适应那边的生活环境跟民情 那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可以拓展他们 也是很好的一个环节 对 增进他看世界的面向这样子 送出去外面也很大问题是很有缺 如果你家到不好的我也会学坏 对 因为来自各不同国家 在一个学校 对啊 所以你的小孩自己要非常坚定 你的想法要坚定就是 如果遇到不好的那个的话 就是不要被其他的影响 透过家长分享可以知道父母们认为 小孩出国留学可以学习独立自主 但也提出种族歧视 学费等等的担忧 今天的街坊就到这 让我们把时间交换给棚内的赵文杰 看样子想要实践留学梦 真的是一条漫长又不简单的路 今天我们线上邀请到政治大学教育系教授 侯永琦来为我们分享留学以及教育体制的见解 侯教授你好 你好 我是政治大学教育学院侯永琦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比较教育学会的理事长 大家好 到底要怎么评估该留在国内读书 还是到国外去深造呢 有留学经历真的在职场比较吃香吗 第一个你的目标要非常的清楚 然后你为何而去这件事情 对于每一个学习者 当然每一个人他的 他可能有好几个goals 可是你有priority 比如说我去 第一个是为语言而已吗 第二个我是希望能够文化的经验吗 还是说我是为了 未来在我的career development 就是在不管是我所期待的一个国家或国度里面 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一个申请者来说 我觉得他心里要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方向跟了解 那当然很多的准备 也不是就是说一年马上就可以完成 你可能在开始进入 甚至还没进入大学的时候 高中高三 当然就是你要选择一个 不管是大学或者是学校系所 然后跟你未来的这个国际的路径 是可以提供你相关的一些机会的 那我觉得学生就从高三特别呢 你已经准备了一些 考试完或等等这些 开始在选校选系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起点了 的确想清楚自己留学的目的比较重要 今天很感谢教授的分析跟建议 谢谢侯教授 拜拜我们下次见 不论出国念书的出发点是什么 好好努力 让留学生活成为未来人生的加分项目 才不许此行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是不同的意见 记得到我们的节目各大平台留言 表达你的看法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在YT IG以及FB搜索 少年新闻周记 记得要追踪起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潘兆文 拜拜我们下次见啦 by bwd6